专访李永贤为小情人一泪洗面离婚,尽说出口,动画。 41岁的李永贤有个爱她的老公埃利克斯,一对可爱的儿女莱德和马克·埃勒于成功的事业,几乎和人们所谓的人生胜利组,画上灯号,许多人都羡慕她的完美生活,但那两个字却让李永贤听了直摇头,称完美只是给大家看的。 李永贤拥有四分之一夏威夷血统,混血脸孔,配上火辣的魔鬼身材,当年拍摄台湾大哥大广告一炮而红。 和爱利克斯相识一年后交往,爱情长跑八年,在2003年结婚,两人是台湾知名的模范夫妻,当他也时常上通告分享生活与夫妻相处之道。 虽有助人人称现的生活,李永贤却用房子比喻身为公众人物的自己,大家只是经过刚好看到窗户里那美美的画面,而且是我让你看到美美的,我怎么可以让你看到不好的,屋里的她其实就是个平凡的妈妈太太,同样会有烦恼不顺。 我不可能说我小孩大哭,我把照片PO在衣衣上吗?她会骂我,并奉劝各位妈妈们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,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努力当中。 李永贤坦言在儿子Rider二年级时,曾有断媒玩一类洗面的低潮期,当时爱丽克斯忙工作时常不在家,Rider在公立学校是应不良,李永贤我一个人要对着她雇她,然后她其实会有很多脾气上面的问题,我不知道怎么处理。 心力焦脆的她等小孩入睡后,就回房间大哭,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对或做错,在教育这方面。 她因耐面子不愿向朋友诉苦,想借工作忘记烦恼,久而久之种种压力累积下来,却只有更多不快乐。 直到后来带小孩去聚会,和众多妈妈聊起,李永贤发现原来不是只有我有这个问题,才豁然开朗,明白自己需要宣泄管道不能把事情闷在心里。 同样道理,她认为老公也有老公的压力,所以她鼓励爱丽克斯多去跟朋友聚会不重要的事情,你到外面去跟朋友把她删掉,但强调重要的事情当然你要跟我沟通。 对李永贤来说,夫妻两人维持15年婚姻沟通是关键,两人一有状况会好好讨论。 连有人都忍不住问她,你怎么可以24年还爱这个人?李永贤放闪直说,我到现在早上起床,我看到她的脸就会很开心。 甜蜜如刚恋爱一般。 夫妻俩目前唯一会有摩擦的是对小孩的教育,不过即使吵在兄他们也从未说出离婚两个字,因为她不是一个选择。 身为模范夫妻代表,李永贤表示,要一个婚姻可以长久的话,就是不要让离婚成为选择。 同时自信说,我们虽然没有讨论过,但我相信你去问她,她也会说不是个选择。 李永贤从不主动看爱丽克斯手机查勤,很信任对方,她的密码我都知道,但有次却无意间发现,一个女生频繁传微信给爱丽克斯,我就说为什么这个女生一直传短讯给你。 爱丽克斯主动给李永贤看讯息,李永贤笑说,一打开都是包包,她说,因为这个女生很想要我买包包给你,原来对方是爱丽克斯去上海时认识的爱马仕Hermes店员,她因想买礼物送老婆才和对方交换微信,李永贤乐得说,这个女生可以多聊天。 。 若要说到两人婚姻中,最具威胁的第三者,大概非12岁儿子Rider莫属,爱子心切的她一想到Rider将迈入青春期,甚至会失眠,突然想到她七年级,她跟我一起的时间已经到一半,她快要离开我了。 。 如此不舍儿子长大,那她交女朋友又该如何?李永贤哀声说,就不要提了。 。 李永贤曾一回家就直奔儿子房间,欣赏她睡觉的脸庞,等爱丽克斯传讯关心,你还在跟朋友吃饭吗?她才惊觉把老公忘得一干二净了,她坦诚,我发现我有点把你放在儿子女儿后面,爱丽克斯听了毫不意外,你现在终于发现了吗? 。 至于爱丽克斯,当然比较害怕上辈子情人Mark Ella谈恋爱的日子到来,对此李永贤反而放心,我觉得妹妹不只是身体强壮,个性也很强。 。 倘若要说,比较担心女生会有小团体,即青春期身体会有很大变化,夫妻俩作风虽洋派,但遇到棘手的性教育,难免别扭,还在烦恼,时间到了谁要讲。 。 不过再不舍儿女长大,李永贤表示大学就是独立,即便小孩未来去美国念书,他们也不会搬回美国住,而是放手一搏,让他们自己过去。 。 。 夫妻俩计划要世界旅游到各地体验生活,融入当地,李永贤手战目标是阳光充足,盛产葡萄酒的南法。 。 。 。